蹦床公主因身上纹身而红,今二十九岁已空窗九年,声称得偶条件一点不高。 蹦床公主因身上纹身而红,今二十九岁已空窗九年,声称得偶条件一点不高。 可以说,曾经是吃炸体坛的四大女神,如今都是退役的退役,嫁人的嫁人,但是依然有两人还是单身一人,那就是九球天后潘晓婷和蹦床公主和文娜。 不得不说,一直以来,潘晓婷的消息都是受到很多球迷的关注,但蹦床公主和文娜却一度让人遗忘,虽然名气并没有像张继科、朱婷、惠若琪等这么有名,但其实和文娜在职业生涯中的成绩一点也是不差,曾以37.80分拿下了北京奥运蹦床项目的冠军头衔,这也是中国蹦床史上首枚金牌, 而且在伦敦奥运会获得铜牌,里约奥运会女子蹦床排名第四,所以和文娜称得上是中国蹦床项目上的一姐,但因为这项目太少人关注,所以和文娜的知名度也是没有这么高, 不过曾经因为凭借一个原因,和文娜是爆红网络,相信不少球迷都是见过和文娜的一张温泉照,身穿黄色衣服的她,看得出当时年纪还是很少,但身上却是没有纹身, 不过前几年,她自己又晒出了,自己身穿泳衣的自拍照,当时细心的观众就发现,原本白景无暇的娜娜身上是有多处纹身,手臂上和背后肩膀位置也是有一个纹身, 如果不是身穿泳衣,这个位置的纹身确实是很难看到,但当时就,让一众网友纷纷质疑,为何国家队的小女生要纹纹身呢? 而当时她亲自说道,这是因为只是让身体记住叛逆时的感觉,还能带来好运,除了纹身之外,其实如今更多的网友,是更关注那那单身的问题,毕竟已经是29岁了, 但说实话,自从和体操狼子陈一兵,这对被誉为体谈金童与女分手之后,娜娜就再也没有谈过恋爱,不知道是没遇到,还是对感情害怕了呢? 所以如今已经独自度过了九年空窗期,何文娜也曾说出了自己的择偶标准,她说道,腿长,有腹肌,会做饭,当时这个标准只要有一条就行,如果三条都符合的话那就太好了。 感谢观看